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AP发票 点选下方 镜像发票 进入镜像发票视窗 选择发票来源 输入发票资料 点选更新 单张镜像发票建立完成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汇总方式 汇总方式 可置主功能表 财务模组 日记账分录 请点开展开编辑模式 建立镜像发票 进入镜像发票视窗 选择发票来源 输入代表的发票号码 勾选汇总 输入单笔汇总发票资料 确认资料正确 点选更新 建立完成 接下来 可置主功能表 发票管理模组 报表资料夹 镜像发票集合表 通过镜像发票集合表 查询目前建立了哪些发票 在镜像发票选择准则视窗 输入搜寻条件 请取消勾选 仅限不一致的资料选项 搜寻以建立的镜像发票 我们可以透过镜像发票页签 以及申报汇总页签 看到刚刚输入的资料 以上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发票系统 镜像发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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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票 接下来 您的这么多